HELLO 了四季 天天如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4v4 團戰黑森林 這場比賽呢 也有這個知名選手 世界冠軍 Viper 對上還有知名選手 Ganjin Ganjin 他也是非常強大的選手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場有灰色耶 這個TEMO 雖然他不是那麼的有名 但我對他有印象 還有這個紅色的 紅色也都是 這些人都是團戰比較有名的玩家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黑森林怎麼打 我們黑森林前面都不會介紹文明 因為黑森林前期 團戰實在是有夠精彩 好 來看到這邊 這邊直接是日本人 遇到的是匈奴的 這個村民 好 這邊是圍了這個地方 但右邊這裡有個洞喔 這個洞非常大 好 現在兩邊的赤猴內家跟外家的洛馬都在這裡互打 看誰的洛馬可以先打出優勢 好 退掉了 這邊這裡趕快圍 好 白森這邊要圍嗎 這邊的圍的範圍要蠻大的喔 好 這個要圍了 應該是要圍這個位置 但沒有點織布耶 織布算偏慢點 好 村民已經來到七村 應該是不會斷肉了 好 這裡有 喔 Viper在卡對方的村民跟野豬啊 好 用這個箭矢去躲一下 OK 躲掉 哇 這邊赤猴沒有在動 哇 又被砍死了 Viper 肉馬直接倒地 好 那橘色是拉兩村民 好 然後這邊圍起來了 中間這個地方 這邊是要來圍的嗎 還是要來拉野豬呢 這邊野豬非常多喔 三隻吃完的話就可以 這個要先拉這一隻 再拉這一隻 拉這一隻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 OK 拉野豬的方式相當正確 然後再用村民卡下最前面這隻野豬就好了 用這個刺口去卡一下 然後村民一直往後拉 然後拉給隊友吃嗎 還是要拉給自己吃呢 如果是我的話應該會拉給隊友 因為這裡 家裡有點遠 然後這隻刺口趕快來卡一下 那只要這隻刺口 只要四眼一直在這個村民裡喔 就可以一直追喔 那如果這個野豬呢 後面這幾隻野豬沒有 四眼沒有關係喔 只要第一隻的野豬四眼有在就可以了 所以拉三隻是基本 在黑森林這個 拉野豬的技巧 欸 完了 這個有點遠喔 卡得到嗎 可以可以在旁邊碰一下就可以卡到 好 那如果是拉給自己吃喔 那青色跟綠色都是內架 欸完蛋了 他卡太多 這個野豬只能回去了 剛剛三隻野豬三隻都卡在一起的關係喔 村民也沒有回合 造成這個野豬喔 就會往後掉頭走 這個就是後期拉三隻野豬要注意的事情喔 總共三隻野豬卡在一起喔 就和這個問題 好 白婆有一隻村民在這裡後面搞事 但是被對方的赤猴掌握到了 好 那鋼筋這邊是沒有打算要圍正面這裡 他是要直接圍 把自己加在像阿伯一樣圍 但這邊的話也要稍微防守一下 看待會兒可不可以拉一隻村民喔 把這裡圍一圍 這兩隻村民加赤猴 這樣可以BIP壓力 這裡圍一圍把這個狼給圍起來 然後走掉 這個是灰色要來圍江 結果中間這裡也沒有人要圍 喔唷 紅色負責圍上面跟這裡 兩邊都自己搞定 那這邊都有雙方捕魚船 所以暫時也沒問題 看起來大家都是打一個很穩 我BIP這隻村民看了是逃不掉啦 能解決掉這個赤猴嗎 差一拳 WTF 可惜了 這隻赤猴拿下 會影響很大 好 那VIP這邊是有點尷尬了 村民樹稍微變少了一點點 現在VIP的村民樹是20村 好 那待會兒我們要進入團戰 稍微把這個顏色喬一下 嗯 好 那這邊就是紅 橙 黃 綠 這個青色要變成紅色就可以了 好 這個改一下 會倒地 好 這樣大家應該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好 待會兒又拉一隻村民過來看一下 看到上面已經鬼好了 過不去 看起來VIP是想要搞點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打TC爆 但也不確定 如果是打TC爆也不應該這樣打 那怎麼說 VIP這場的行動線 有點看不太懂他的戰術流程是想要幹嘛 感覺是想要偷渡村民進去 但是卻沒有成功偷渡進去 好 那由於波斯前期能搞的招數 也就那幾招 好 這邊升到封建時代的VIP 補了一個馬就 在敵人的 正面上 難道要轉塔弓嗎 現在雙方前期都不太明朗 兩邊的意圖有點看不太出來 這裡補下了封建時代的升級 大家都是升級上去 準備要來黑跳城 好 23P 23P 25P 都可以正常上去 然後想他們這邊都是 有一隻兩隻的村民 前期都在搞事的狀況 還可以25P 23P上去 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好 那MIP果然是要打塔弓 這裡差一根劍塔 兩隻村民打塔弓 好 那紫色有過來幫忙 拉兩隻 來蓋一下石牆 庫曼這邊呢 是封建雙TC 不想要給庫曼太多的前期經濟優勢 一定要來搞事一下 好 單隊友來幫忙上大石牆 暫時應該是打不進去了 MIP果這邊可能要放棄了 因為他這邊拉的村民塔弓其實也並不多 這邊MIP果自己也拉了三隻豬肉 回來自己嗑 哇 三個豬排直接在地上開吃起來 OK 那一家的朝鮮 城堡師帶來插一根堡 應該要插這個位置 再往前插的話 可能會被對方借塔反噬回去 好 直接插這個位置也可以 好 庫曼這邊伸上去 輪走技術了 左邊暫時沒有RAMP的交火 紅色這裡是單純3TC開農 好 一個有捕魚 後面這個大食堂 前夕捕魚不得很開心 那這裡有農田加持的文明好像沒有 這裡沒有農田加持的文明 那什麼中火啊 橋盾 或者是西西里啊 波蘭之類的 所以魚池的部分還是要吃好吃難 有農田加持的文明其實沒有那麼必要去補局 直接用自己的天生種田優勢 把魚池留給隊友會更好一點 好 這邊馬戰車過去被招翔 拉回 不能打 再不要撤 那一家的伯伯仁 反制非常的正確 偶使車配上馬戰車 既可以打馬戰車也可以砸衝車 讓前期的快攻突破 庫曼這裡的可能性降為0 並不太有機會可以直接壓制回去 好 拉伯這邊是順利的 升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點下青騎兵的升級 還有跑速 看起來是要拿馬爆一波了 然後衝進去 打個一波 把裡面的青騎兵 把裡面的生女跟頭車給解掉 但正面基本上是為死的 要衝進去也沒有辦法 那看要不要把這個 這個好像 魔防打掉也過去就是了 有BIPER出眾 都青騎兵有機會突破成功 好 這邊想要嘗試圖尾 點點 唉唷 用這個自爆兵衝進去 打一波一瞬間收掉三隻生女 但是兩台馬戰車還是被招牆掉了 好像只有一台而已 OK BIPER這邊有自爆兵啊 不是BIPER 是朝鮮這裡 沒有看到想到他怎麼突破進去的 自爆兵兩隻 炸掉了房子衝進去 這裡有蓋了一根城堡 想要來把庫曼這邊的TC給拆掉 但庫曼這邊轉了非常多的駱駝跟騎士 BIPER這邊是波斯也有駱駝 還是要回轉一下駱駝呢 那庫曼這邊的駱駝比較可惜的是 帝王時代沒有重裝駱駝 但是波斯有 波斯的一個優點 好 這裡趕快圍 讓對方過不來 城堡繼續蓋 但是對方 曝曼城堡蓋得更快 這邊只能取消 哇 朝鮮這邊蓋寶失敗 OK 流之大吉 酸 上面城堡開始被突破出去了 好 波斯現在目前已經開始轉TC了 哇 現在聊天室不間斷討論喔 不知道他們在聊什麼 好 三個TC開始蓋起來 目前MICLE的村民宿只有48村 那現在最多村民的是灰色喔 92村 存農就是這麼的舒服 而且這個魚池已經放到補滿了 哇 93村加上37 這個農得非常開心啊 好 那青色這裡也是有捕魚喔 當然他是外加的關係 沒有辦法單純的補好魚 而且還要趕快開TC 壓制住前置 前面喔 蓋個城堡給對方壓力 欸 轉出了幾隻火把 那為什麼他叫火把 因為他攻擊就是拿一個火把在敲 燒建築物很快 他攻擊力有點偏低喔 只有8加0 比騎士少了2點傷害 拿來拆加不錯 還有打工兵還OK 因為他的遠防很高 3加0 基本就有3點的遠防騎兵 所以打這個箭塔TC喔 這個效果都還蠻不錯的 好 那這邊庫曼有一些駱駝 加上騎士在後方騷擾內家的朝鮮 朝鮮這邊稍微被騷擾到囉 這裡騎士有點被分開 駱駝直接被夾殺掉 Bipe這邊沒有控得很好 因為家裡也被打 完蛋 直接被開在臉上保 這裡蓋了一個城門 一堆騎兵跟村民從這裡出來 Bipe難道要爆炸了嗎 這裡還轉出了幾隻青茶 庫曼現在經濟大爆發 現在庫曼村民宿也有73村 好消息是還在城堡時代 Bipe這邊很慘 只有60幾村 現在用4TC開農 但是現在有一個TC被壓支柱了 而且家裡沒有什麼B可以防守 後面可能要補個馬舟之類的 但現在上面有雙馬舟 趕快收村 但是村民都人滿為患了 而且村民沒有地方討 還是被抓掉了 好紅色這邊開始升級中頭囉 紅色這裡的文明是薩拉森 薩拉森在黑森裡面 影響力非常巨大 最主要是他有重頭 跟奴隸兵 還有血量最多的重裝駱駝 所以影響力是很大 而且也有火炮 大衝車 要什麼有什麼 這個就是全能型的文明 進攻萬花筒 薩拉森 日本在這邊的影響力 其實就沒有那麼巨大 如果不打馬蜂的話 打一般的奴兵 強武也算是能打 但是就是沒有特色 主要還是要打步兵 這個級兵跟日本武士 可能會好一點 不然就是要用日本的大型箭塔 繼續塔攻 這邊純米再收一下 再純米一直被壓制住 這裡再補一個TC 然後控制住這個主金的部分 駱駝稍微反擊回去 但數量還不是很多 薄薄並沒有放棄 反而是轉出了 駱駝弓兵 庫曼也在進攻 後面這裡直接隔離Viper Viper這邊確診 隊友直接捨棄 那由於朝鮮剛剛前期打城堡 而且又出了一些馬戰車的關係 所以現在4TC才剛補下 村民術甚至比Viper還要少 下邊兩架經濟有夠慘 好這邊匈奴 利用自己的八折馬弓弱勢 順利的點掉了兩台中頭 那匈奴在這邊的打法就會 只要單調一點 只有巨型投石機 跟馬弓遊俠可以出了 因為他的投石車只有青頭 所以連中頭都沒有 更打不贏 當然那一家的是灰色蒙古 蒙古也有重型衝車 大衝車跟重頭 而且一攻速度還特別快 所以這邊交給蒙古出投石車 應該問題不大 OK 日本這邊點出了巨頭 而且有這個快速拆裝的話 攻擊的速度更快 LIP直接家裡爆炸 5TC開農 但是沒有辦法守得住 這樣似乎就沒意義了 哇 不是5TC也是7TC 我的天 怎麼那麼多 右邊這邊夾住 好 這裡補了一些軍營 巨型投石機升了上去 開始拆除外圍的東西 好 伯伯又插了一根寶 繼續給VIP更大的壓力 那VIP這邊看到他的蓋寶 怎麼辦呢 這裡村民能夠跑得住嗎 後面趕快補個馬舊 因為待會後面的洛琢過來 也支援不到家裡的部份了 那VIP這邊的石頭 好像也不太夠蓋一根城堡 也可以蓋 一百千多耶 其實可以蓋 當然他可能是看到對手 都已經帝王時代了 自己蓋城堡 也是稍微拖一下時間 很不想蓋之類的 不然應該這裡要蓋一根城堡 守住一下這裡的礦局 把這個魔防滴掉 蓋這個位置 好 但對方有巨型頭司機的情況下 應該是很快就被解掉 而且自己是沒有辦法 升到帝王時代反擊回去的 好 抱歉這邊 稍微 出了一些槍兵想要擋住 重裝騎士嗎 當然是伯伯仁的巨型頭司機 也在拆除城堡了 抱歉只能自立自強 補下了更多的軍營在家裡 準備要一個人反擊回去 因為MIPER已經算是半個死人了 已經快沒有呼吸 這邊有更多的騎士過來 但MIPER有轉一些駱駝 好 那左邊已經成型了 槍兵配上中頭殺身 這裡補下了重型頭司車 還有30秒 殺身中頭加上配重科技 攻擊力可以變成87點 不能再做 好 那盟國這邊也是來囉 75加1 76點 準備要來互相傷害了 OK 日本打出了記得特殊打法 槍兵配上 這畫面似乎有點紓壓 哇 但是自己也被投爛喔 反正紅谷這裡有點慘 這邊搭刑劍塔 打衝車傷害很高 OK 日本就是要打搭刑劍塔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 看一下MIPER這邊 MIPER這邊呼吸真的快停了 好 這時候 喔 這個庫曼人喔 也點下帝王了 待會右側就是要1打2了 殺身拿了一些努力兵 幫忙下朝鮮下方的部分 所以現在正面日本跟殺身有點難打 這個地方 這裡只能用大型劍塔去爭取一點時間 雄奴這邊非常多的馬功 好 龍谷並沒有搭衝車 全部都是九頭掐 OK 殺身的重型投擲車出來了 是8加6 好 86點 75加11 86點不能再多 好 這邊稍微把劇頭圍起來想要爆打 MIPER這邊秀操作能夠秀成功嗎 好像可以 但是我們這個房子快被打破 趕快敲一下 爭取一點時間 拿一隻村民趕快打 趕快修 三隻村民 修不回來 騎士打得進去 因為後面這台劇頭還是被救了回來 MIPER現在已經全家BBQ 這裏說明沒得逃 正式 沒了 好 日本這邊用巨頭11 加上大型劍塔 不拆掉敵人的外圍 建築物了 而且薩拉森 薩拉森這邊的重頭 直接被蒙古的大蟲車給頂爛 這些重頭全部被頂光了 好 薩薩這邊的駱駝公兵 數量來到三四隻 經極殺掉六十隻的單位 朝鮮這邊轉出來是槍兵 朝鮮這邊其實要轉重頭 更為關鍵喔 槍兵配重頭 他有在轉 不好意思 沒看到 剛剛他怎麼只有槍兵跟頭子車 原來在這 朝鮮這邊打法也是偏正確 好 下方薩薩這邊就全部死光了 沒有地方可以逃 但薩薩在後面開了3TC 6TC開農 回農速度應該是蠻快的 但是待會會有缺近的問題 而且貿易線也不太好跑 然後待會在這裡補一些市集喔 開始從下往上跑 然後日本這裡的市集 好 那現在戰場重點在這個地方了 朝鮮跟薩森能不能拖一點時間 拖到viper的復活是關鍵喔 唉唷 好不錯 這邊的箭塔攻防戰喔 顯得更重要 但現在遇到日本跟匈奴 兩邊都有這個巨型投尸機的加成 其實都不太好打 那誰會有優勢喔 我覺得有點看機率 因為匈奴雖然有30%的命中率加成 但日本有33%的攻速加成 巨型投尸機 所以誰優誰烈喔 有點是要看這個薩拉森人 跟蒙古這裡 能不能用大衝車突破啊 或是用重頭打破一個缺口來 所以這邊兩邊應該是會進入一個焦灼戰 下方這裡就顯為更關鍵了 好 朝鮮的巨型投尸繼續進攻 薩拉森這一坨奴隸兵往前衝 可能要送光囉 後面還有一些奴隸兵 完蛋 沒了 奴隸兵趕快再趕過來 重裝騎士 看到你奴隸兵全倒 趕快往前 後面火炮也跟著往前跟上 想要去後面偷點巨頭 但看起來也不用了 趕快拆城堡就好了 重裝騎士拆巨頭很快 完蛋了 咱們要被突破了 博博這邊大軍都在瀕臨城下 OK 最後搞定 好 當然奴隸兵 薩拉森人也把隊友隔離起來 這一坨重裝騎士進去 有機會嗎 MIPER村民出量回到71隻村民 好 這邊找到自己 好 帶來這邊果然是進入了焦爪 欸 不是焦爪 結果是日本從上面偷偷進攻進去 這裡轉戰毛兵如何 還是要轉強弩 拇指環喔 那有可能轉強弩 桶金這麼多了嗎 好 但下方已經BBQ了 開始擋住 好險的槍兵趕快回首 庫曼遊俠已經升級好 遊俠要跑最快的文明 庫曼登場 那現在奴隸兵也打不贏駱駝公兵喔 奴隸兵的射程很遠 很短 薄薄的公兵射程遠 而且打馬功有外增傷兇 好 現在兩兵槍兵互說 庫曼的配兵配得很好 槍兵配上 這個遊俠 人家出重裝駱駝也打不贏 配兵配得好 團戰沒煩惱 結果上方的日本果然被擊退回去 出了戰毛兵也打不贏 這裡要瞬間集結太慢了 他如果這邊要集結的話 應該要在家裡先把科技升級好 結果上去之後沒有東西可以產出來 好 坦斯外打不贏 這是個問題 升級不夠完確 好 右邊的火炮大軍加上巨頭 開始在朝鮮家裡架了起來 萊姆的臭名也是四處逃難 奈何現在毫無招架之力 好 這裡終於拉出了重頭過來 但火炮可以預判投石車喔 好 拉了一坨 駱駝駝兵在前方想要秀 打到了 OK 再來一發 閃得很好 重頭球被打掉 這時候全部的人打出了 GG 好 我們恭喜伯伯 還有庫曼還有兇人 還有這個蒙古 全拿到了這場比賽的勝利了 這場也是打得蠻精彩的 沒想到Viper不為家 外加的黑色影策略 終於遭受到了制裁 庫曼這邊反應非常急死 直到你前面打快攻沒打進來 我庫曼雙TC開農上去 城堡時代直接壓你一根堡 那我覺得朝鮮這邊有個小小問題 並沒有把這裡圍起來 Viper也有問題 沒有把這裡圍起來 就是他們沒有把這個封鎖線給拉起來 而是讓對方心而一舉的進攻到 Viper這邊領地 這算是Viper的一個 打團戰的不好的小習慣 就是可以靠防守反擊 或是用著反應力 預判的預判給打成功 但團戰跟單挑正是不同樣的遊戲 所以大家 團戰時還是盡肯的為家一下會比較好 幫助自己也幫助隊友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蒙古人拿到了九萬組的資源勝利 蒙古經濟最強 薩拉城是九萬四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